悟空闹电影细说不胡说 咱们都知道啊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讲究百善孝为先 而在日本古代居然有这样一个规定 父母一旦到了60岁 就要被丢进深山里等死 真的是太扭曲了 今天悟空我就要带着大家来了解一下 故事发生在一个长久干旱的城镇 人们是缺一少食 荒淫无道的城主不想办法解决干旱 却直接下令 要把所有年满60岁以上的老人 全都丢到名为地狱谷的深山里 活活的饿死 谁要是敢违背规定 就得被斩首示众 这让母亲即将满60岁的男主太极 是苦恼不已啊 他生性胆小善良却很孝顺 打算牺牲自己保住母亲 这时他遇到了两个奇奇怪怪的道士 说只要自己做法 就可以解决掉所有的烦恼 太极当然不相信了 这年头 骗钱可不能光靠一张嘴啊 赶紧回家 谁知这门还没进 就被恶霸妻子甩了几个嘴巴子 抱怨他不会挣钱养家 做的草鞋是一直都没有卖掉 太极有苦说不出 好歹人家还有间带山头的房子呀 这妻子也太霸道了 当然这婆媳关系也是很大的矛盾 妻子无时无刻不再期盼着婆婆满60岁 或者早点学学隔壁大爷自行了断 这家里就可以少一个人吃饭了 哎真的是无语 既然这么穷 为啥不少生点孩子呢 之后到了深夜 太极还在做草鞋想多挣点钱 妻子又骂他浪费灯油 赶他到外面靠着月光坐 母亲却在这时出来 把陪家的衣服拿给他 让他捡了 用在草鞋上可以坚固一些 反正自己也没几天活了 太极终于受不了了 丢弃母亲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情 是怎么也做不出来呀 于是把所有的草鞋拿出来 跑去找昨天遇见的道士 询问解决的办法 道士让他在房里挖个洞 把母亲藏进去 等到干旱结束 这种残忍的规定废除之后再出来 还准备写一张符咒来保佑他 可惜正好没了墨水 只能鲜血了一半 太极也看不出来 满心欢喜的拿回了家 按照道士的话准备着 到了要送走母亲的前一板 妻子拿了包老鼠药 要她带在身上 以便送婆婆上路时 可以减少她的痛苦 也让她不会再有机会回来家 婆婆听了 这心里很不是资本 第二天一大早就起床了 准备去往地狱谷 太极又不过她便出发了 一路上是烟雾缭绕 还有很多怪异的石像 胆小的太极是越看越害怕 一不小心崴了脚 还有残疾的母亲来背着她继续前行 此时这天上又开始打雷 这让她想起了小的时候 自己因为害怕打雷 躲见了一堆木材里 恰好有一些倒了下来 母亲为了救她 落下了终身的残疾 她是越险越内疚 母子俩是抱头痛苦啊 但是生活所迫 他们不得不前行着 很快就到了地狱谷 这里是尸横变野 太极更加舍不得母亲 她却假装生气 把她赶走 结果还没走几步 她却被尸体下的摔倒 滚下山晕了过去 来之后啊 已经是迷失了方向了 这时发现地上 有一些东西在反光 原来母亲怕她回去找不到路 暗自做了很多的记号 看到这里 她再也忍不了了 跑回去 把晕倒的母亲叫醒 两人一起回了家 把她藏到了自己挖的洞里 并用符咒护住她 想着再苦再累 也得把一家子养下去啊 而这时城主又作谣了 给自己的手下代官大人 出了个难题 他实在是解不出来啊 便找到道士二人组 没想到他们也解不出来 代官大人直接把刀 架在了他的脖子上 情急之下看到了草鞋 便骗他们说 神域只是 要去找一个叫太极的人来解谜 一行人便找上门来 要他解除城主大人出的难题 就是如何做出一个 不敲也会响的大鼓 若做不出来 这全家人都没有好下场 妻子听完不干了 一切之下 雷家出走 连孩子都不要了 正当太极不知所措的时候 母亲悄悄告诉她 一个方法 就是把大鼓切开 然后放进一些蜜蜂 再重新用纸封上 让城主拿到房里 一个人的时候听 太极听完之后就照做了 几天之后 他就被带到了官府里 代官大人一脸严肃地告诉她 现在 有一个好消息 一个坏消息 坏的是 你做的蜜蜂大鼓 咬死了城主 我俩的小命都要没了 好的是城主死了 就没有人来处罚我们俩 这一天天的 胆子本来就小 差点被吓死 就这样 太极不但没事 还得了很多的赏赐 妻子得到了消息之后 赶忙跑回家来找 发现了婆婆 威胁她 不交出赏金 就把她藏在家里的事情 够发出去 让她儿子人头落地 婆婆便骗她说 赏金藏在山里 小桥边的石像旁 她听完 想都没想就出发了 过了一会儿 太极兴奋地回家了 带了很多很多的食物 还说 代官大人把年满60岁 就要被丢弃的规定 给废除掉了 母亲可以放心地 在家中生活了 这时 倒是为了感谢太极 来到她的家里 准备把没写完的符咒写完 却发现 她自己一个人在自言自语 原来 这母亲早就吃下老鼠要去世了 但是因为担心儿子 又跟着她回来了 倒是看到她这样 也只能叹息一声 任由她继续留在儿子身边保护她 而另一边 恶媳妇竟然真的在山里 挖出了很多的金块 使出吃奶的劲往回扛了 但实在是太沉了 在经过一座吊桥时 踩断了木板 就这样掉了下去 儿子背的根本就不是什么金子 只是一块块沉重的石头 这大概就是恶有恶报吧 本篇出自怪谈百物语 根据日本民间传说改编 看完那是火区一阵的 这女人真的是可悲又可怕的生物 可以为了儿子奉献所有 也可以用计谋 不动声色的除掉凶狠的儿媳和惩处 整个故事可以说是感动与恐怖并存 还是非常的不错的 好了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